在不久之前 国外某社交媒体上流传着 中国将班公湖全部割让给了印度这样一个说法 为此印度士兵在班公湖边举行庆祝游行 我们再次截取路标视频的关键画面 在全网进行了反向搜索 最终在印度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的网站中 找到了一张画面雷同的照片 这张照片出自于2022年8月15号报道的 印藏边界警察在印度多个高海拔地区 庆祝印度第76个独立日 随后我们在印度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的社交平台上 找到了同一天发布的视频 贴文中同样称印藏边界警察部队士兵 在班公湖庆祝独立日 经过对比 该视频的内容与目标新闻视频完全一致 看来这个印度军人确实是在庆祝 但是他庆祝的是印度的独立日 对 因为1947年我们都知道 这个蒙巴顿方案嘛 引发分治 那么印度方面后来把自己独立日 定在8月15号 第一年的这一天 印度国内的 我们说整个的武装力量体系 都会进行庆祝 印藏边界警察 实际上是印度武装力量体系里面 最早能够参与到 国庆日阅兵的 或者叫独立日阅兵的 这个警察部队 当然我们说也包括 在班公湖这里面 我们三分之三分之一的 这个印度方面 认为自己实控的区域 那么进行相关的一些 包括分裂式 包括阅兵 那么当然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登山这样的相关的活动 那么借此来证明自己 在印度武装体系里面的重要性 那我们看到印度独立日 是8月15日 然后16轮军长级会谈 是发生在7月份 其实这个时间点 是挨得很近的 从我们各种信息的 这种串联来看 可能正好是把这些信息点 是放到了一起 制造了这样一条假消息 我觉得这条假消息的出现 其实跟现在互联网上的一种思潮 或者是一种传统有关 就是涉及到民族主义的 那么通常来讲 会受到广泛的转发 会引起讨论 获得巨大的流量 甚至我们说是流量背后的经济力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假新闻 比普通的假新闻 有的时候它的危害性 可能要更大一些 经过新闻见证组的见证 目标新闻当中所说的 印度军人围绕班公湖游行 庆祝中国政府将班公湖送给印度 这样一条消息是不实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